金山区市地重化将会让当地的居民多了许多的公园绿地 还可以疏解加热观光区的停车压力 不过却传出在靠近三明街与八德街这个单位的开发工程 附近民宅的损零问题 老房子再加上没有地基稳固不堪开发期间大小的震动 造成了墙面以及管线破损出现漏水问题 所以市医院中二零服务处就发起会开要协助居民与工程厂商协商处理 金山区市地重化工程在去年度完工 不过却也传出其中靠近三明街与八德街附近的民宅损零的问题 工程期间大小震动让附近的民宅内多处产生裂缝 甚至因此有管线破损以及漏水的情形发生 为此民众苦不堪言 市医院中二零服务处也发起会刊 要求市府地震局以及厂商要加快损零补偿以及处理 整排都是啊 那个是我唐嫂也是啊 一整片都是啊 这边都是 这边也是 那边也是啊 所以大部分最严重的破坏都是漏水的人 漏水还有龟裂 墙壁龟裂 那因为他们这个是比较久的房子 那时候都没有地基 所以他一打的话就整个震动龟裂 我那个唐嫂那个比较严重 就是这样子 这就是以前都是龙马产 龙马产厨都有变 有变的时候 这就是本来 青春来也不知道说会这么严重 有变的时候 一天有的 我们的议员有叫人 我们的租资金来 和青春来回购 还有青春来回购 有 有说 过年前要 完全修缮 修到都好 临近三民街与巴德街这个街区可以见到都是40年以上的老房子 整排的房子紧密相连 以当时的建筑技术几乎是没有打地基 因此也不堪是地重化工程的大小震动 造成墙面或是管线的裂缝 另外当地的民众反应原本承诺在农历年前就会妥善处理 至今还有多户未得到处置 也期盼厂商可以给个回应 订出处理的时程 我们希望说我们厂商一定要把这个损零的一些损害 一定要做好 如果没有做好后续的工程款 我们等做好了以后 我们才能给厂商 如果我们损零的这些都没有做好 我们相信那个地震局会把尾款扣的 等到他们解决问题完了以后 这个工程款 最后的工程款才能给他 市府地震局在会看的现场 读书工程厂商要加快损零的处理速度 而市议员周达林服务处则要求 针对好几户还未进入住家评估现况的住户 要尽快给予协助 对此服务处主任表示 附近的住户住的问题都还没有得到改善 未来也不排除要等到民众损零的问题 都解决了之后 再来执行该重划单元的工程验收 记者老平函金山采访报道